大家好,我是小怪 人行宠内部正悄然发生了一些动荡 独立人行宠朱刚烈在别墅里被杀 凶手是同为人行宠的狗警长一伙 原来在五年前 兔、猪、羊等人行宠发起了一场暴乱 狗警长的主人在这场事故中意外身亡 为了安慰主人的在天之灵 狗警长决定一一展开报复 这天,开出租车的原野 在路上搭载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 男子托付给原野一箱东西 就半路下车了 原野回到家 他小心翼翼打开了箱子 发现里面竟然是六只小兔子 就没有放在心上 可谁生想第二天 这些兔子竟然都变成了人行宠 他们围绕在原野身边 让原野浑身都感到不自在 就在这时 原野的女友来到 他见到这六只人行宠 以为是男友在做什么不轨的事 气得摔门离去 原野为此也十分生气 他开车把人行宠坐到了野外 却没想到 这六只人行宠竟然自己找了回来 而与此同时 狗警长得知了六只人行宠 在原野家的消息 原来 这六只人行宠 正是当年暴乱事件中 人行宠兔子的妹妹 为了引蛇出动 狗警长命令手下猎兔犬 去抓那六只人行宠 可在执行任务时 猎兔犬不小心被原野的朋友误会 一起给原野庆祝起了生日 尴尬的猎兔犬 只能找机会离开了这里 无奈的狗警长 只能实行另一个计划 他安排一名人类上门挑衅 六只人行宠果然上当 他们对这名人类拳打脚踢 这正中了狗警长的下怀 原来在这个世界 人行宠殴打人类是违法的 他连忙纠集一群人上门讨要说法 让原野赔偿一百万 眼看着自己的朋友和人行宠受人欺负 原野只得答应了下来 可这一百万对他来讲实在太多 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猎兔犬找上门来 他告诉原野等人 自己的老板有兴趣领养六只人行宠 如果原野同意 他将会支付一百万元的报酬 原野在晚上找到这名老板 原来他正是狗警长 面对狗警长的要求 原野最终还是拒绝了 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原野已经和六只人行宠产生了感情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人行宠中最小的妹妹生了重病 为了照顾他 原野只能给狗警长打电话求助 他要求狗警长支付两百万 一切都等治好妹妹的病再说 可人行宠妹妹最终还是死去了 原野思来想去 还是不想把人行宠交给狗警长 就带他们逃跑了 狗警长连忙带人展开追踪 很快就将原野等人抓了起来 他们将原野和人行宠 关在了一间地下室 由一胖一兽 两只人行狗虫看守 就在这时 之前那名浑身是血的男子出现 他正是六位人行宠的哥哥 他将众人救走 却在半路上遇上了狗警长等人 狗警长灵力十分强大 他轻松就将哥哥击败 再次把众人关了起来 眼界危机无法解除 五位人行宠决定牺牲自己 他们把自身的灵力都传输给了原野 好让他逃离这里 狗警长察觉事情不对 就把五位人行宠干掉 得到灵力的原野因此发怒起来 他一举击败了狗警长和他的手下 就在原野即将复仇的时候 狗警长的一名手下抓到了原野的朋友 双方相持不下 就在这时 对于之前的战斗导致附近的燃气管道爆炸 原野为了安全 已先让狗警长手下和自己的朋友先撤离 狗警长答应了他 随后原野又把受伤的狗警长背到了安全地带 从此以后 狗警长感到原野的诚意 便不再向人行宠寻仇 而原野也继续跑起了出租 只不过乘客都换成了人行宠 这部电影算是在众多国产网络电影中 比较特别的一部 那就是关于人行宠的设定 以及对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思考 不过这依旧没能摆脱它烂片的属性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Google看大片 对了 这部电影叫做奇幻人行宠之甜心兔妹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